2021年2月3日,大天使麦克尔,掌控你的命运,作者Ronald Weizen 亲爱的大师们,你们目前正处于整合造物主之光的下一个适当层次的过程中,借助于你们超灵智慧的帮助,连接并整合你们第五维度自我的许多方面会最终导致一个新的生物造物蓝图。 你们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利包括造物的所有天赋,才能、属性和美德,它们是免费的,你们可以拿走的,然而你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完善它们,然后与你们身后的人分享你们的融合智慧。 明智的人,地球的主人和道路上的提升者已经花费了无数的时间和努力来展示它们的才能,并获得它们与每个寻求智慧的人所分享的智慧。 它们的使命是让人类的旅程或获得自我掌握的任务变得更容易,它们的努力理应得到回报。 提供的服务必须有大量的某种形式的交换,你们会拿出时间和努力与他人分享你们的智慧,或者以某种方式补偿那些为你们铺路的人,通过向你们提供更高领域的高级智慧教导。 你们必须努力地把你们的想法和目标提升到可能的最高频率,从而让它们成为有利于全人类的完美理想。 觉醒的过程需要穿过情感星体层的许多层次,你们的目标是把自己集中在更高的意识层面,随住他或他的意识、智慧和光的增加。 门徒的视角逐渐扩展到包括他或他的个人世界环境,以及物质家庭的义务和责任,渐渐地上进者的影响力增加了,他或他成为世界服务者的潜力也增加了。 要炫富小我,获得成为世界服务者所需的知识和专长,需要不断地、深思熟虑地努力。 你们必须是一个杰出的榜样,也必须有能力刺激和激发对灵性智慧的渴望,才能为人类服务,成为一盏指路明灯。 一个开悟的老师提供了被揭示的真相,同时也为他们的学生提供了接受或拒绝教会的机会。 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很难发现自己的使命或激情,所以你们在惰性中度过了自己的日子,你们继续什么都不做,没有尝试在你们的生活中开始积极地改变。 不是每个人都注定要教育大众或成为世界人物,正是你们中的那些人在悄悄地履行着你们的日常职责,当你们在自己内部做出微小的稳步改进, 同时把造物的爱光辐射到地球和世界上,他们正在对地球上的负面环境产生最戏剧性的影响。 我们正在基层寻找世界服务者,你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扬升和完善群众的集体意识。 当你们经历转变的审判、考验和挑战时,我们希望给你们中的那些感到无助和恐惧的人以鼓励,因为他们无法走出你们所处的困境。 难道你们不愿意敞开你们的心肺去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能从神圣存在的领域中可以得到帮助,有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更精致的生活方式可以提供给你们吗? 你们祈祷常常在绝望中祈求帮助,然而,如果它不是一种你们感到舒服的形式出现,你们就会否认和拒绝它。 祈祷总是有答案的,然而,如果你们要求的东西与你们的灵性命运不一致,答案有时会是不。 祈求最大善行的祷告显化为大大小小的奇迹,为安逸和恩典的生活开辟道路, 小我欲望身体的祈祷通过允许你们寻求你们自己的解决方案得到了回应,这表现在你们的误解和不恰当的行为中。 生活的课程是通过体验你们所创造的东西来获得的,小我会吸引不和谐和不满,这导致寻求者回去寻找自我之外的解决方案和满足。 你们必须学会用你们纯洁的心和最高的意愿祈祷,当你们提高你们的光伤,你们会增加内心的磁吸引力。 你们必须学会用感谢和感恩的心去接受赐予你们的丰盛。 为什么不从列出你们生活中的那些你们想改变的消极的事情开始你们的使命宣言呢? 从你们生活中的一些小变化开始,记住,你们必须从你们自己开始。 我们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齐心协力,使用我们给你们的工具,你们将开始看到你们生活中的巨大变化。 我们要你们来考验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学习一些我们已经给出的基本概念,慢慢地但忠实地,把那些你们最强烈共鸣的概念落实到你们的日常生活中。 请允许我们引导和激励你们,这样做,你们就会有天堂的力量支持你们。 如果你们放弃,你们只会失败,亲爱的们。 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很明显,大众的恐惧和愤怒,自然力量的力量,以及地球的变化和进化每天都在加速和增强。 各派系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两极分化,不仅在世界各地单独的地方,而且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文化、宗教和政治派别也是。 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们,光明和黑暗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 从崇高和世俗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沐浴在活光中的区域,感谢你们,光的忠实哨兵。 我们还看到消极和混乱的漩涡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省、市、镇、社区甚至家庭中形成。 如果你们沉迷于世界上的新闻媒体的花言巧语中,你们会情不自禁地意识到, 那些接受耸人听闻和分离地扭曲信息的人,正在向呼吸道和意识中喷涌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消极情绪。 对剥夺的恐惧,对统治者,领导人和政府的愤怒,以及对没有个人责任的商品和服务的权利的愤慨感, 都是对世界每个地区和人类意识中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强烈恐惧的症状。 现在是扬生过程的下一步开始的时候了,许多在这条道路上的高级修行者已经变得精通并全神贯注于这些程序。 在这个时候,毫无疑问,那些在精神意识上以任何方式进步的人正在加速他们的觉醒和进化过程, 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他们可以充当宇宙法则和宇宙真理的传递者和解释者。 你们,道路上的上进者,正在变得精通于在第五维度中建造和使用多个光能量金字塔。 因为你们缓慢但肯定地适应了一个较低的第五维度环境, 你们已经打开了通往光之城的道路,以便你们可以逐渐融入更高和更精细的光之频率中。 你们也在准备自己定期与你们的高我和伟大的光之存有的许多方面互动。 对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统一的召唤正在开始,由此,你们更高频率的灵魂之歌正在到达你们的超灵高我的各个方面。 当你们经历你们的振动模式,你们的能量信号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时, 你们的灵魂之歌将开始回荡在更高的第四维度和更低的第五维度中。 当你们研究和钻研宇宙真理的奥秘时,你们将建立一个知识库,你们可以在需要时加以利用。 同时,当你们获得更多进入你们神圣心灵的途径时,它将看起来好像你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宇宙的信息源。 然而,在一开始,它会是你们自己的古老的,宽阔的过去,这已经为你们所用了。 你们的想法、概念和复杂的信息将变得越来越敏感,你们将获得随意利用这丰富的信息仓库的能力。 对于你们中那些正处于第四维度更高频率水平内回归平衡与和谐的最后阶段的人来说, 这也是智慧和历史经验惊人转移的时候了。 在适当的时候,你们会被编成来与你们的一些高我灵魂碎片的记忆种子原子交换意识。 你们每个人都将被赋予一些独特的更高频率的体验。 你们的灵魂火花已经体验过的,你们将把你们的体验赋予它们。 这都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扬生过程的一部分。 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些信息将是令人困惑的。 然而,你们中的许多人在夜间逗留或冥想中不同程度地体验了这个过程。 因此,我们希望给你们一个在扬生的不同层次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基本理解。 当你们进化并熟练地与他人分享你们的智慧时,你们将变得越来越敏感于来自你们的指导者、老师、天使的帮助者和来自更高领域的开悟大师们的微妙信息、概念和想法。 当你们把你们收集到的信息转化为智慧,并成为每一个新的高级意识水平的活生生的例子时,你们就有资格把这些概念传授给他人。 你们必须体验你们所被教导的,并成为一个光辉的榜样,这是获得别人的注意最有效的方式。 请记住,我的勇士们,在每一个时代和主要周期,宇宙智慧和神圣的真理是提供给那些开放的思想和爱的。 顺服于我们父神母神的旨意,就意味着遵守向你们启示的宇宙法则。 一个自我主宰者总是在努力地做出最高的选择,有着为他人服务的强烈愿望,并且总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物质世界中,一个真正的力量和光的管道是神性的意识的体现,一个神圣法则的守护者。 召唤我们,让我们为你们未来的旅程照亮道路。 你们被深深地爱住,我是大天使迈克尔。 2021年2月3日,大脚星人理事会,你来到地球要做的事情,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很满意你们一直在寻求以各种相互包容的方式。 你们正在从把自己看作个体转变为知晓你们是一个集体,伴随着这个转变而来的是一种知晓。 你们所看到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包含在你们之中。 所以,当你们看到最近人类分裂的方式,你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那些觉醒的人想为这些问题做点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寻找机会把那些你们传统上、历史上、从你们的思想和同情中排除的人包括进来。 如果你们能对一个你们在许多观点和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人富有同情心,那么你们将超越今天在你们的世界上存在的分歧。 如果你们倾听一个你们所不同意的人,并试图理解这些问题从何而来,你们会朝着更大的统一迈进一步,那是你们和其他觉醒灵魂正在寻求的统一。 你们不必为了正确而偏谈任何一方,你们可以超越一切,成为爱,面对仇恨,偏执,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反同性恋,厌女症,以及你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一切。 你们可以成为爱,这些都会给你们带来悲伤、愤怒、恐惧甚至仇恨的体验。 所有已经存在和触发你们的东西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 这并不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坏了或是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你们需要被触发,以达到非常具体的,有时甚至是深藏在内心的情感。 一旦你们做到了,你们就可以超越它,因为你们想成为爱,因为你们知道你们作为一个集体比作为个人更强大,你们统一比你们分裂更强大,仅仅因为有人在某些事情上不同意你们,不足以让他们成为你们的敌人,他们只是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视角。 要做我们现在在这里建议的事情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特别是当我们谈论的人对某个特定群体怀有仇恨的时候。 我们知道,宽恕、爱和同情这些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这是提高人类意识的唯一途径。 你们不会仅仅通过做正确的事来提升人类的意识,你们不会因为看不起那些你们认为是错误的人而提高人类的意识。 你们将提升人类的意识,因为这是你们来到这里要做的事情,你们来到这里是体现更多的无条件的爱的,因为这是进入第五维度的方式,这是成为你们的高我的方式,这是你们命运的一部分。 所以你们现在不妨拥抱命运,这也意味着拥抱你们的方方面面。 记住,如果你们看到它以任何形式存在,它同时也在你们的内在中,它需要被疗愈。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今天看到世界上这么多人越来越大声,他们代表了你们内心深处你们一直忽视的东西。 请注意你们内心正在发生的一切,做你们生来就是要成为的疗愈者,引路人和改变者。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1年2月3日,光知兄弟群体,你们已经改变了许多事物,传导,莫尼克马修,译者,卢尹。 你们对周围人最大的帮助,就是让他们更多地对新生活敞开。 你们要用心中涌现出的话语去提供帮助,要用内在最深处迸发的圣爱去提供帮助,要用对他人的接纳提供帮助。 在这新旧周期交替之时,思想的力量会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们越是渴望走向内在与外在的圣光与圣爱,就越会启动一切力量以达到灵魂想要达到的目标。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有意无意中通过了许多灵性启蒙,那是在接纳、放手、同情方面的非常重要的启蒙。 请你们想一想自己这段时间的行为表现,看看是否符合我们对你们的教导。 在正常情况下,你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轻松、和谐,你们不要再去关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从前的艰难体验都应被清洗、被遗忘。 你们只应对自己进行积极、正向地在编程,让自己一天又一天地做出积极的行为。 要留意自己的思想、话语和行为并及时加以修正,不要怀疑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和未来,你们的未来是极其美妙的,你们的角色也是如此。 我们希望你们变得越来越轻盈并朝着自身存在的最高区域上升,这样你们就能直接与我们接触了。 目前最大的阻碍是你们怀疑自己无法与我们接触,实际上每个人都能以自己之所事接触到我们。 这并不是说你们都能成为管道、灵媒都能传播灵性教导,而是说你们要与我们的能量连接以便坚信。 我们是真实存在的,就在你们身边,每天都在日常生活中协助你们。 当你们坚信这些时,就不会再感到悲伤了,因为你们会知道,在逆境面前,你们绝不孤单,总能从无形层面得到巨大帮助。 你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在帮你们,觉得必须独自应付各种问题。 然而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假如我们不曾帮助你们的话,你们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麻烦,甚至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 要知道,我们不仅在帮助整个世界和全体众生,也在帮助你们每一个人,你们内在要总是很清楚这一点。 作为这个三维世界的探索者、试验者,你们难道会独自前来,任由自己迷失在诸多困境之中吗? 我们看得到你们的困境,也知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多么艰难,因为它不合情理,也不符合你们灵魂的深切渴望。 因此,我们在向你们提供大量帮助。 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凭借自己的行为、祈祷、信念和心中的巨大圣爱,大大改变了你们世界上的许多事物。 我们指的是你们所有在地球上的心灵纯净之人,所有深深渴望帮助人类兄弟转化与扬生的人。 我们无限地爱助你们并深深祝福你们。 矿物可以成为人类的重要盟友,人类对矿物界仍缺乏了解。 无论是对普通矿物,还是对石鹰和宝石,把某些矿物从其所在之处取出,这对其干扰并不太大。 不过,最糟糕的是以毫不尊重的方式,通过令其爆炸的方式将它们开采出来。 当你们用这种方式开采它们时,你们破坏了某种和谐并因此损害了矿物的振动频率。 如果你们对一块石头怀有很多圣爱,那它肯定会把这圣爱返还给你们。 矿物具有你们意想不到的种种能力,可以用很多方式在很多方面帮到你们。 当所有生命彼此尊重时,每一切生命都能帮助随后的那一切。 一切都处于和谐与连接之中,你们具有心意识后将会以另一种方式看待整个矿物界。 你们不会像现在很多人那样用矿物去赚钱,而是会怀着圣爱与尊重去运用它们。 到那时,你们从矿物那里获得的将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 一块在河水中被翻滚、打磨、冲击过的普通卵石是吃过苦,也吸收过能量的。 它可以带给你们某些觉知,去河边捡一块卵石吧,把它捧在手里,对它说说话,把很多圣爱发送给它并等着它反馈给你们的东西。 矿物不只看起来月木,还是神圣的爱与能量,矿物界中的一分子不断与其整体之琐事保持联系。 这意味着一块河里捡来的普通卵石会与一块石鹰,甚至钻石联系在一起。 可怜的钻石,你们让它们非常痛苦,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是在虐待它们以让它们给你们提供光彩和美丽。 那是你们人性意识所认为的光彩和美丽,然而它们并不只是外表才具有光彩和美丽。 这个你们也要等以后才会懂,如果你们真的尊重自己周围的一切,那么即使去矿场开采某种矿物也没有关系。 一切都要看你们当时具有怎样的意识,是以怎样的方式对矿物进行加工的。